小窗口一天二更的贝贝系列 再来说说我们可爱的高音担当温迪 大家都知道,温迪的学霸人设吧,但是有人真的知道她有多好吗? 下面给大家安利一下 说到学霸人设,成绩当然是最最最重要,也是必备的一点啦 温迪的成绩,她自己在节目里透露过 GPA 3.93 因为满分有不同标准,所以着重强调一点 是四分满 出道时期就一直说温迪是合唱团的成员,但当时还以为只是普通成员,但是事实证明我天真了 温迪是合唱队的助女高音,个人连续两年获得主唱奖和歌剧奖 在演出中永远担任主演,可以说是合唱队的绝对Ace la 除了大家看过温迪演奏的吉他之外,她还会钢琴和萨克斯 温迪是学校足球队的首发阵容,首发是多么强悍的阵容,看了最近世界杯的都知道 温迪在体育方面很有天赋,还会打贵族运动高尔夫 在高尔夫队里,年级最小的温迪,担任起了队长的职责,看来大家都很信任她呢 还曾获得奥巴马奖,一个学校一年只有一个名额 温迪,明显就是学校的风云人物,一提名字学生们都知道的那种,也许还能顺便说出几件风云事迹 可能有人觉得温迪在团内并不出色,好像就像传统好学生工作后遭遇了滑铁卢,但是看看温温吧 她是对内的门面家主唱,高音担当,这三个担当在任何一个团队,哪怕只占其中一个,也一定是出众的 但是贝贝确实强大在于,每个人都很出彩,就算实力不突出,也一定有其他方面的特长 而温温其实人气并不如预计理想大约是有些西方话,她的动作,神态和言语,都太有外国犯了 但是韩国并不喜欢这样的,看看那些性格受欢迎的爱豆吧,哪个不是可爱又萌细,优雅又矜持 其实温迪可以看出是有优秀的惯性的,看看她减肥的毅力,以及暴肥暴受受到争议后 在今年回归依旧带来最好状态的,Power Up,可以说是团内最Power Up的人了 所以呀,忍不住设想一下,如果不做爱豆,Wendy也会是非常成功的人吧,还有什么是她做不到的呢?